今天頭來加拿大 加拿大的 逃脫的事件 因為不斷要強制注意方向 他們在街頭市委訪議 已經兩禮拜 美國第一次支持加拿大 去處理百尖大路的問題 因為這兩國的下境大橋 無流動電 現在每天順適三億美金 提出一些大車的車手要停工 加拿大的汽車產業 已經受影響 黨地政府提出公約作為 希望要讓一切冠軍 開給正常 火車主義說現在 外頭就沒有薪水湯而已 加拿大汽車製作上 加拿大汽車產業 在用關都要讓 雲山市和美國在特律市連接 已經怪四天的無業要都 大賽救援冠軍通行 當地福特和豐田汽車的車手 因為火車一段比別停工 不然加拿大政府推出 發行疫苗強制令的火車主義 連合起來將第四球踩到白天賣檔 經過這個球的無流量 差不多美到目的15% 不過在座政策開始轉變 火車主義因為實驗 勃力到手掌 不看車過800萬美金的北台 讓人入去 過台華國際議長 是發生連結車堂 故意塞到一萬 行為交軟航班 還有部長的雞部安數驗 設置有15人比例 開出1775點的發展 美國北京官員也表示 會趕緊要加拿大動用 聯邦管理改革問題 美國國土安臣部 跟交通部門會贊助支持 或是你可以把警察放大動用 像他們說他們會 然後會變得很壞 過去過禮拜 幾次火車主義的加拿大 保守黨臨時領受勃根 是改變的公款 讓有空位者可以回到 它的政黨會在國會 繼續的火車主義發聲 現在會在國會 跟總理獨立島 跟著辯論 更好上次者 恭喜新聞 安穩您本家 好看 非常確呀 謝謝蛋黃 我們來獲得